前胸后背疼 心脏也没有问题 病根藏在了这里 平时呢总是感觉头昏沉沉的 前胸后背的疼 胸闷气短 记忆力也下加 全身乏力 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感觉不清醒 有的时候还伴着心慌心计 稍微风吹草动 心脏就会突突的乱跳 整天才胡思乱想 而且走路呢也是发飘 像丢了魂一样 有的人眼睛还干涩 看东西是模糊的 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觉得生活枯燥乏味 没有意思 老百姓说的没有心气 还有呢可能晚上会失眠多梦 半夜容易醒 脖子疼 后背疼 脸色蜡黄 容易掉头发 心情不好 食欲不好 总感觉全身都不舒服 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但是呢到医院去做检查 采钞啊 心电图啊 头的核瓷啊 CT啊 都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越是查不出问题啊 有的人他心里越烦躁 这种情况呢 有的人很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或者是几年的时间 反复的各个医院去纠诊 就是查不出来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 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是这种现象呢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我要恭喜你 没有气质性的病变 这是好事啊 很可能是长期的处于一种情质 不随的状态 导致了三交气急不通 出现的各种不适 不管是你肝于气质了 气血不足了 还是肾经亏虚 痰酌中阻 肝肾两虚 这些症状很可能是长时间的平治不随导致的 解决的办法呢 要理气 那第一个方法用逍遥丸 这是我经常给大家说的 一般的说到这个程度呢 这个逍遥丸就比较轻了 可以用汤药辩证调理 第二呢 就是要运动 比如说八段锦里边 专门有一节 多做一做 把三交理通了 就改善了这些症状 第三呢 一定要做一些有兴趣的事 让自己开心起来 半夜三更总是醒 可能是这两处出了问题 中医教你睡一个踏实觉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经常在半夜三更总是爱醒 可能你身体上的这两个部位堵了 如果不打通 那很难睡到大天亮 第一 就是肝经的瘀毒 中医说呢 凌晨一点到三点是肝经当劣 如果你总在这一点 比闹钟还准就醒来 同时还有口苦 口气重 头发也是油腻的 甚至呢 有腐渣 腐痛 消化不良 大便粘腻 小便发黄 这些问题 很可能就是肝起一节的表现了 第二呢 就是肺经不通 如果你总是在三点到五点的时候醒来 还会有皮肤的干燥 经常有咳嗽 口干 口苦 免疫力 低下 容易感冒 这些问题 那可能是肺经不通 或者是肺气不足的表现 今天教你两招帮你睡个踏实觉 第一呢 就是敲肝筋 肝筋在哪啊 从脚的大拇指一直到颠顶 特别的长 在腿的内侧分布着肝筋 这个地方你去掐一掐 捏一捏 它是很疼的 说明你肝筋是不通的 怎么做才能让肝筋疏通呢 有两个穴位啊 一个呢 就是太中穴 在脚的大指和二指之间这个分叉的地方 多去揉按一下 这地方也是很疼 把它揉通了 疏通干净 第二个地方呢 就是阴包穴 在膝关节上面 腿的内侧 你去掐捏 这个地方 特别是胖人呢 经常按揉这个地方 不仅能够疏通肝筋 还可以起到一个捡肚子的作用 梳理肝筋呢 还有一个更简洁的办法 可以坐在瑜伽垫上 或者是你坐在床上 别太软的床 把两个腿呢 分开坐 能分多开 分多开啊 又叫做分叉 如果你把腿分开以后 身体呢 往下趴 能够用额头用鼻子去找到地面 或床面这个地方 把这个肝筋啊 真的很疼很疼 每天进步一点点 把肝筋梳理通了 对你的身体特别有好处 那第二呢 说到的是疏通肺筋 这个简单就在我们的手上 鱼记血 经常的去揉 按这个赤白肉计的地方 就起到疏通肺筋的作用 当然了 肺筋的疏通呢 不仅仅是揉着一个血 你把两臂伸开坑直 活动活动 不仅仅是肺筋梳通了 手上面的手三阴 手三阳经 都得到了疏通 这样的锻炼方法 你学会了吗 长期吃降压药 千万别做这五件事 现在知道还不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正在不用降压药 那今天的视频 你要认真看了 相信呢 会对你有所帮助 可以点上小红心收藏起来 防止滑走就找不到了 很多患者朋友呢 降压药吃的不对 导致了血压控制不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吃降压药的一些注意事项 第一 不要等着有症状了 再吃药 高血压呢本身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没有症状 血压高对血管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所以只要是确诊了高血压 无论有没有症状 我们都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标准的范围之内 避免长期的高血压 损伤心脑肾这些器官 第二 不要频繁的去换药 如果你通过一种或者两种降压药 能够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那就继续保持用药 不要随意的去自行换药 而且呢任何时候降压药的调整 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第三 上一条说的是不要频繁的去换药 这里还要强调 如果你吃的这个药不管用 那一定要去调药 有的人吃了降压药仍然是血压160 那你就需要调药 第四 不能只吃药不测量 我们的血压呢使动态变化 情绪劳累累以及外在的气候 都会对我们的血压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要科学正确的定时定期的测量着血压 以便及时调整用药 第五 千万不要擅自停药 有些患者呢可能觉得最近的血压降了下来 就自行把药停了 但是停药以后呢血压又高了上去 甚至血压会反弹比以前更高 这时再调整血压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而且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 尤其是心血管的伤害会更大 大家听明白了吗 这五个动作早晚做 气血充足全身放松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要经常的下蹲 下蹲的动作呢我推荐可以做靠墙蹲 也可以呢翻转身面壁蹲墙 鼻子尖膝盖脚尖贴着墙从上往下蹲下去 这个动作有效的限制了你的膝关节不朝脚尖 可以规范动作对畅通肚脉松腰松垮 全身都有好处 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要经常的转身 肝胆经是分布于我们体两侧 所以经常的转身呢可以畅通肝胆 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举臂举双臂 这样呢既可以活动到肩关节肩胛骨 又可以畅通手臂上的手三阴手三阳经 第四个动作呢就是要经常的弯腰 有的人腰椎间盘不好要注意量力而行 俯身拱腰整个脊柱一节一节的弯下去 再一节一节的起来 这样可以通后背的独慢畅通我们背后的膀胱经 第五个动作呢就是要压腿 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坐地分叉身体塌下去 会感觉到腿的内侧非常的疼 很多人肝经不通就影响了身体的健康 经常的压压腿把肝经通畅了 可以提高健康的梯度 大家可以多看几遍去慢慢的绝着做 身上有个血和心脑血管相关 没事的时候呢揉一揉 经过一段时间啊你会有惊喜发现 这就是大灵穴 大灵呢是调心的药穴又可调神 而且是降灼最理想的穴位 同时还是调离脾胃的好穴位 灵啊一般都是指古代的帝王长眠之处 所以大灵穴的意思就带着催眠穴的意思 四季大灵穴可以令人静息安眠 而且大灵穴还是一个静悄悄的穴 可以让心静回归平静 狂躁的情绪激动的心情收敛而安 心慌心跳这些症状就得到了好转 眼柔大灵穴以后 血也能安静下来 气平了 夜里睡觉也就好了 症状就解除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每天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科普知识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的视频 有了大家的支持 我会坚守这份初心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靠谱的医学知识 补气血不用吃药 这三个东西补血速度非常的快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俗话说的好啊 药补不如食补 食物呢既可以调理又可以养生 对补气血来说通过饮食来调理气血 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三种补气养血的食物 大家可以点上小红心收藏起来慢慢看 第一就是瘦肉 瘦肉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同时瘦肉里面的血红素含量也是比较高 含铁量也非常的丰富 容易被人体吸收 第二就是胡萝卜 胡萝卜有土人参的称号 能够无血养肝 还可以健脾补中 尤其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肝血亏虚 引起来的势力下降 又称为夜盲症 第三就是红枣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红枣 能够滋补脾胃 养血安神 对贫血和气血不调 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脾胃虚寒 长寿难 两个动作练起来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这两个动作呢搭配好 经常的做 不仅对脾胃好 还对你的肾五脏都有好处 全身放松 这就是顶天立地法 终于说肾是先天 脾是后天 肾是主水 脾是主土 这两个脏腑特别重要 主宰着人体的生命基础 就像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咱们把这个天地协调好 利用好 养护好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两个动作 认真学好了 第一就是顶天立地的单举法 两脚打开 两腿微微的屈膝 蹲下来的时候呢 两手抱拳在胸前 同时在起来的时候 两个手打开 向上的手顶到天 向下的手拖到地 交替坐上五分钟 你的整个脾胃就开始运化了 第二个动作呢就是顶天立地的双举法 两个脚仍然是与肩等宽的站好 两个手同时上举 吸气 然后用力向上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头顶啊 都是和天接上了 脚后跟呢也跟着向上抬起来 两个手在下来的时候配合好呼吸 脚后跟呢落地放松 这个动作的配合呼吸呢 是举的时候吸气 然后头往上顶 腰感觉是牵着往上走 阳气升上去了 再往下放的时候 慢慢的呼气 推动着气血下来 这是立地的动作 两个动作配合好 每天做一做 你试一试有感觉了吗 气虚为何补不进去 答案全在舌上面 大家好 我是赵羽浩教授 有粉丝问呢 平时总觉得气短懒言 动不动就累 头晕而且容易出汗 为什么吃了不少补气的药都没有用呢 其实呢 气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要想精准的补气 需要知道你是哪里虚了 第一呢要看舌尖 舌尖是心的反射区 如果舌尖有凹陷 可能是你的心气不足 心气亏虚 心主神明 心气不足 人就容易心慌心悸 晚上睡不着觉 又因为汗为心之夜呀 所以心气亏呢 就容易出现自汗 这样的情况 这时候就需要补心气 第二呢要看舌中 舌中间是脾胃的区域 如果舌中间有凹陷 或者有裂纹 说明你的脾气不足 严重的还会导致中气下陷 这种凹陷就类似于公路上的他方 这些人呢就伴有着胃腕部和腹部的坠障 肛门坠 拉肚子小便浑浊 平时说话没有劲少气懒言 这时候就需要补匹义气 第三要看舌根 舌根是属于肾的区域 如果舌根部凹陷是肾气不足了 出现腰气酸软无力 同时呢肾呢还开窍于耳 肾虚的人出现耳鸣 肾气不足呢还导致膀胱开合不力 容易出现尿贫小便清肠 叶尿多最后一个区域是在舌的前端 如果出现有凹陷的话 这就是肺的反射区 会有你肾气不足的情况 肾气不足出现容易感冒啊气短啊喘息 咳嗽自汗怕疯四肢乏力这些症状 这时候就需要补肺气 支架术后最怕什么 这四件事最好不要做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心脏做完支架手术啊可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支架手术能够帮助患者疏通严重的血管堵塞 解了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不会再出现问题 要格外的注意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这第一呢就是不能剧烈的运动 支架术后要避免剧烈的运动 以免引起来身体的不适 甚至会危及生命的风险 第二就是不能停药更不能乱停药 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血管再次的狭窄 预防病情复发 第三就是要注意挽住嘴 在生活中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建议低盐低脂低糖饮食 同时要切记过量的饮酒和过食肉类的食物 以免诱发心梗这些疾病的发生 第四就是注意情绪一定不要暴躁易怒 应该保持心情的平稳 避免情绪的激动 因为情绪的波动很容易对心脏造成影响 把心态平稳好 尽量的做到预事不慌 心脏的支架手术虽然能够解决血管狭窄的问题 但是术后需要注意的事项却是很多的 只有注意了这些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说了这么多有人会问 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惯呢 道理也很简单 那个狭窄的形成一定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不改变它不又得狭窄了吗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 那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这些问题 并且严格的遵守医生的指导 揭秘晒太阳的真相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民间有这样的话 男人的龙脉 女人的凤骨 说的就是我们的督脉 我们的脊柱 晒太阳的重点部位就在这里 补阳气补气血 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莫过于晒太阳 又称为天灸 这男人的龙脉晒热了 可以补肾阳 强筋骨 动力十足 女人的凤骨晒热了 气血足 面若桃花防衰了 但是晒太阳 你得会晒 夏天到了 烈日炎炎 正午的时候 太阳那么热 那么毒 不要晒 所以晒太阳的最好时间呢 应该在上午的十点钟左右 下午呢 避开正午最热的时候 去晒太阳 正值阴历五月 又称为毒五月的时间 是我们保护阳气 防止身体里边阳气的散湿 驱寒驱湿很好的季节 除了晒太阳以外 做做艾灸 帮助我们去除身体的寒湿 心脏决定寿命 三个忠诚药给心脏加油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中医说呢 心是煮血脉的 心又藏神 如果心血施养 那就心神不宁了 身体呢也会慢慢的变得虚弱 如果不重视的话 就发展成为心脚痛 心律不齐 关心病 这些毛病了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三个忠诚药 帮你养好心脏 第一 如果你出现了气短心悸 失眠多梦 头晕头痛 肢体乏力 食欲不振 这些情况 心脾两须了 这时呢可以用龟脾丸 龟脾丸的主要组成呢就是 黄膝 当归 党参 白竹 远至酸枣仁 甘草等等 是意气骨血 健脾养心的 这第二呢就是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感觉心慌心悸 到了晚上还心烦 睡不着觉 手脚心发热 总是感觉很疲惫 脑子还记不住事儿 同时啊还容易口腔里 反复的长溃痒 大便干燥 舌尖是红的 舌苔呢少 这种情况就是属于 心阴虚 血虚的情况 可以参考用天王补心 来滋阴养血 补心安神 第三种情况呢 如果你是比较胆子小 容易受到惊吓 晚上还噩梦连连 经常呢会从梦里边 惊醒过来 记忆力也不好 总是忘事儿 大便干截 舌淡胎白 这是属于心气虚 那就要补心气 可以参考用白子养心丸 来补气血 安心神 治心脏的问题啊 大多数会有通便的作用 不要害怕 只要不是拉的说气不来了 比平时的大便多上一次 甚至两次 没有觉得乏力类的情况 就是属于正常的 心脏不好的人 千万别在家做这些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生活中的一些坏习惯 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严重的甚至要命 我们应该避免哪些行为 这个视频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析 视频不长却很有用 点上小红心收藏起来 防止以后找不到了 第一一定要避免过量的饮酒 长期大量的饮酒 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导致心理失常 关心病等等 第二不要经常憋尿 经常憋尿会使负压增高 影响心脏的功能 如果有尿一定要及时的去上厕所 第三是吸烟的问题 吸烟会增加心梗的风险 如果家里有吸烟的人 要及时的劝导他少抽 慢慢的戒掉 这样对心脏是有好处的 第四不要太劳累 这样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第五不要发脾气 导致血管受到冲击 可能会使血管和心脏受损的 坚持一个月把气血补回来 第一要好好睡觉 一天最少要保持8小时的休息时间 多睡美容觉 10点入睡 最晚不要超过11点 每天都要坚持这样做 第二饭后走一走 适当的运动有助于脾胃的消化 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第三每天晚上泡泡解熬 可以促进血循环 减轻一天的疲劳 第四要注意保暖 虽然在盛夏气温很高 但是室内的温度 特别是有空调的温度不能过低 第一要注意体弱的话不要受凉 尤其是饮食上不要吃过凉的冷饮 喝凉的饮料 第五心情的舒畅 不良的情绪会导致肝气一节干瘀 就疲虚 遇到烦心的事可以多做几次深呼吸来调整 你学会了吗 手指操五指连着五脏 食指连着心 所以我们把手指呢给练灵活了 对身体的五脏和心脑血管方面 都有很大的好处 下面跟着视频和音乐的节奏训练起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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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